这个桥梁粉也是我们贵州的一道米小吃 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最有特色的还是我们必接的资金桥梁粉 先来准备500克桥梅米 往里面加入清水 简单的搓洗两遍 洗掉表面的灰尘 然后换清水浸泡三个小时 桥梅米泡好之后用手指轻轻一碾就能碾碎 然后再用清水冲洗两遍 之后我们用自己能想到的方法给它碾碎 可以放到搅肉机里面 可以用擀面杖 把它搅得越细越好 搅得越细到后面揉的时候 更容易把里面的那个淀粉给它揉出来 搅碎之后找一个纱布袋或者是网袋给它装进去 然后500克桥梅米我们准备四斤水 四斤水我们要分四次 来把这个桥梅米里面的淀粉给它揉出来 第一次揉好之后把揉出来的淀粉水 给它重新倒到一个锅里面 然后加入四分之二的水继续给它揉 每次揉的时候尽量多揉一会儿 挤的时候尽量挤干一点 这是加入第三次水 继续的给它揉搓 尽量的把里面的淀粉全部给它揉出来 同样的挤干一点 然后这是第四次 经过四次的揉搓 基本上就是桥梅米里面的淀粉基本上都能揉出来 全部揉好之后再找一个蜜漏 给它过滤一遍 这样防止桥梅米遗漏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放到火上去开中火不停地给它搅拌 煮的时候要一直不停地搅动 成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开始计时 煮八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的桥梅粉提起来是这样的 成倒三角的状态 然后找一个容器给它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常温静置让它自然凉透 静置了八个小时之后现在已经完全凉透了 就给它倒出来 看一下短短短是不是超级有弹性 凉粉瓜先蘸下水 然后把这个桥梅粉刮成条 现在夏天来了 就适合吃桥梅粉 因为桥梅粉有生津结束清凉降火的效果 桥梅粉刮好之后 接下来就做一个灵魂蘸水 碗中放入一块豆腐乳 再加入蒜水 把豆腐乳稀释开 再来两勺生辣椒 再往里面加入盐味金花椒 灵魂折耳根必不可少 葱花香菜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一点橙醋 一点香油 再来一勺香酥豆 皮蛋也是必不可少 然后把这些调料获转就可以了 看到这里 估计外省的朋友又在想 怎么又是蘸水 吃个凉粉都要蘸蘸水